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CED 在CED上我们看到翘齐的这一个飞檐 是和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压线 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对它们进行一下调整 首先将主进行一个打开 再来打开 然后将它们两个孤立出来 Water加Q 选中它 这里直接有FF第三的一个命令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调整 顺着这个方向直接往这边拉 拉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可能有一点往下了 我们再往上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是实列复制的 所以调整一个 所有的都在动 然后再来调整它们的一个位置 在旁边可能有一点露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线条 将它的宽度 调整宽一点 做到后面我们可能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一些局部的东西 让模型看起来是完整的 调整好了之后 添加它的颜色 这边同样的 这边同样的复制一个过来就可以 这样这个模型的大体就基本完成 之后的都是一些细节的东西需要勾线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它的这一个上面的一个雕像 然后这一个小的雕塑 在这边还有一个弧形的一个造型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压条 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绘制 先把所有的组进行一个关闭 现在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一个上面的这一根造型的线条 转化为可编辑 样条线之后 复加 转化为可编辑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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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连接 它的弧度不是太大也可以对它进行调点的操作 将点转化为我们的备置焦点来调整它的这个手柄 这边复制一个过来镜像 然后将它们俩选择 附加到一起 将下面的点进行一个连接 在这里连接不上 我们先来连一下 还有很多地方的点可能需要调整 在这个地方可以将它们融合一下 依次来进行调整 在这个地方直接画线 不用去勾这个物体 看这一次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这可以再挤薄一点 或者挤到200左右差不多 将位置摆放好 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型 基本的就已经制作好了 剩下的就是将这些雕像勾了出来 将它的位置进行摆放 在这些飞檐上有它的位置 到时候勾一个出来 进行一个摆放 在勾的时候 只勾它的外轮廓 只用用直线勾取它的外轮廓 然后在我们CD上 看一下哪些地方有 将位置摆放好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可以了 这节课我们的模型就讲到这里